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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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仁你慢点 顾仁 你怎么了顾仁 哎 许乐乐 你干嘛呢 啊 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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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了残了残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被人笑死了 残了 顾仁 许乐乐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吓死我了 不是 我找顾仁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王总监 王总监 你能不能帮忙 帮我去男厕所看一下顾仁 我现在不想上厕所呀 你就帮我进去看一下嘛 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啊 怎么谢我啊 奶茶 咖啡 加一个汉堡 拜托了 拜托了 一定是彪叔的事 让李秋阳对你还有戒备 你既然还要在一美寺待下去 就得有这个忍耐力 人都是多疑的动物 不是说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吗 李总这么对你 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我劝你 留得青山仔不怕没柴少 要想做大事 就得先学会忍 那 strive 模仿 你也能不担心 你行不着想 我对郑主持人 你怎么貌 李总的决定 很正确 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 我怎么看不明白了呢 果然 你没事吧 果然 许乐乐 你以后做事 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 我 我哪样了呀 一点小事 一到你那儿 就成天大的事似的 李总就跟我说几句话 到你那里 就喳喳呼呼的 你刚才是不是 差点就跑进了 南厕所了 人家是担心你嘛 担心我什么呀 怕你想不开啊 我能想不开吗 你以为我能从卫生间跳下去啊 那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网上都说 很多跳楼的人 都是一时的冲动 这一时的冲动什么概念 就是两秒钟啊 神经兮兮 刚才是不是 你让王赵勇 来劝我来的 是啊 王总监人可好心了 我每次不高兴的时候 都是他来劝我的 上次林总发脾气 让我立刻消失 都是他帮我跟林总说好话呢 拜托你啊 我跟你说句话 你以后别什么事 都跟王赵勇说 行吗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不行 你非得告诉我 你跟我较什么劲啊 你就不要跟他说 你想 王总监 现在已经坐到了 医美司财务总监的位置了 对不对 他又是李总最信任的人 但是 我老觉得吧 他跟林总 李总 好像 不是一条阵线的 不会吧 李总 您刚才跟那个固然说什么了 怎么了 我看他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林思佳面子上 我早就把他辞了 你说我这个当老板的啊 我做一个决定 还要看员工脸色 私家把他灌坏了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说吧 怎么了 所以没说是 你不能发现つ啊 四个眼睛呀 你不能再让我咬下去了 我还把你身上的 你也检查我就给你决定了 我也要换你 一句话 这是一句话 你给我一句话 没乏乎一句话 我观察固然是另有所终 你说明白点吗 昨天下班后 许乐乐拉着固然 在电脑上做选题 让我看见 好 下一题 怎么还有啊 快了 快了 还有一题 最后一题了 快快快 你偏向于蓝色还是黄色 A是蓝色的 B是黄色的 这 这测什么呀 这个是测试你喜欢 什么年龄的女生 那个A 蓝色的 我的天啊 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 怎么了 这种年轻男性 比较热衷于姐弟恋 对天真浪漫的女生 不亦亲近 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 成熟女性 就算是大上十岁也不介意 你 你不会也是这样的吧 怎么了 这很正常啊 成熟知性的女性 多有魅力 你不会认识 我觉得固然 好像对林总格外崇拜 是不是应了电脑上测试的话呀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私家说的话吧 固然句句都听 而且执行得非常地快 我听曼丽说 思佳离开公司那天 这固然心情十分不好 而且晚上还拉着曼丽一块 去了酒吧喝酒 喝了个酩酊大醉 在我看来 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这事林总没感觉吧 现在只是一个巴掌 我对思佳十分了解 他只是对工作十分投入 他看上固然的主要原因 就是固然的才能 仅此而已 既然这样 您不妨利用这次 干部变动的机会 让固然离开总部 我对你来说 你怎么才来啊 你以为我像你啊 公司一堆事呢 赶紧上来吧 累死我了 我不是让你去一美四旗舰店 买两件衣服回来吗 衣服呢 我没买 他们那儿吧 款式不错 然后价格也说得过去 但面料我看不上 我没客气 我给他们店里员工上了一课 我说你们没见过高级面料吧 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身上这件 从香港定制的衣服 才是真正的进口高级面料 那我的判断没错 一美四如果不赶快 换面料的话 不管他们怎么宣传 怎么遮掩 很快就会完蛋 你说的跟林思佳说的一样 林思佳 今天说了也巧了 我在旗舰店碰到了 他和何曼丽了 林思佳这个人挺念旧的 跟我亲得不得了 拉着我们去吃牛扒 一直在问我 对旗舰店有什么样的意见 你怎么说的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我就说 我看不上他们的面料 而且我还把身上这件衣服 给他们看了 林思佳真的是内行 他一看一摸就知道 这是意大利的那家 PC公司的面料 这些话你跟我说说也就行了 你干吗跟他说呀 你们女人怎么这个样子 什么话该说不该说 不知道吗 好了好了 都过去了 没再说别的吧 没有 我就是讨厌何曼丽 我就不信 他能对李秋阳恩断情绝 他能老实 指不定背着林思佳 怎么勾的呢 我最见不得他那股 闷骚的劲儿了 忍不住讽刺几句 不过 林思佳那个神经大条的 都不知道听进去多少 你们这些女人哪 有话就是藏不住啊 怎么 这也不行啊 这也不行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再见到那个何曼丽 你少说话 尤其是那个林思佳也在场的时候 我一说何曼丽你就不高兴 护着他是不是 你还说你对他没有那个意思 我懒得跟你解释 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这个人对我有用 你别坏了我的大事 累死我了 妈 阿姨 回来了 妈 我们回来了 大包小包买了这么多 都买什么了 阿姨 都是私家在超市帮您买的 您放心 这些东西都很健康的 一定是你挑的 他呀 才不知道什么健康不健康呢 妈 吃的东西太多了 阿姨你看 这个 这个东西好 我一直就想要这种 乐乐 你看 我好像放在家里了 带回来了 你要用吗 那你过来取吧 好好好 好好好 那这样 你赶快招待客户最重要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好好好 拜拜啊 你 你不是答应了多多 去幼儿园接他 然后去刘汉兵的吗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来得及 还有半小时呢 我现在开车去公司 马上给邱阳送过去 然后接多多去 都那么大一个圈子 现在正下班堵车呢 要不这样吧 我把邱阳要的文件送过去 那这样子 思佳就可以去接多多了呀 也行 慢力想的多周到啊 走吧走吧 拿文件 走 公贝贝那些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南非标的的事情 她应该不知道吧 可是擎天跟她那么亲密 关系究竟有多深呢 这些秘密 会不会跟她说呢 她要是告诉了林四驾 我就全完了 曼丽 真是难得呀 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 怎么 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吗 你千万别这么说 要是被你那个 宝贝摸透公贝贝知道了 她又在四驾面前 指桑马怀了 公贝贝 她怎么了 昨天我陪四驾去她的旗舰店 正好碰见公贝贝 四驾她很热情 向这老同学多年不见 就拉着我们一块吃饭 三个老同学句一句 那不是挺开心的事吗 有什么好开心的 我不晓得我哪里得罪她了 她跟我说话句句带次 而且都是冲着我来 她都说了些什么 我就是想问你 她对于我们之间的事情 到底知道多少 其实我跟你也不过是一般的朋友 她真的犯不着 这么跟我过不去啊 莫莉你千万别误会 咱俩之间的是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我怎么可能跟其他人说的 尤其是那个公贝贝 我在她面前 从来就没有提起过 你我之间的来往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同学 女人嘛 都心眼小 一遇到比自己漂亮的女人 就不开心了 不过我已经警告她了 以后她不会再这么干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咱们约个时间 如果我是在前面 并且赶紧见面 我想快点把银行卡还给你 曼莉 你这是何苦啊 我不跟你说过吗 这钱算我借你的 我说不要就不要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免钱我 这种意大利的高级面料 我们代理可是十多年了 都是一些大品牌才使用 刚才我参观了一下您的旗舰店 如果一美丝要打高级定制的牌子 这种面料非常合适 它很迎合高端人士的喜爱 这些面料的确非常不错 可是吕老板 您看 您现在报的价吧 能不能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啊 好 很抱歉啊 李总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种面料 它的量本来就少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压到最低价格了 你看看 你们看呢 这个料子真的不错 要不这样吧 咱们再商量上来 等商量完之后再给吕老板一个答复 行 李老板 您看呢 好 那就让李老板他们再考虑考虑 好 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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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在那边开会呢 我带你过去吧 好 故人 在大家面前 你还是叫我何小姐吧 比较保险 我妈说 想请你去我们家吃个饭 找机会吧 替我谢谢阿姨 何姐姐 乐乐 你怎么来了 林总有事在忙 李总让我帮她送文件过来 她在开会呢 我带你去吧 好啊 李总 何小姐来了 她说有事找你 正在门口等你呢 何曼丽 她来做什么 叔叔 有一份文件要给你 我在开会呢 你让她去休息室等我 知道了 李总 刚才 你说的这个何曼丽 是什么人 何曼丽 何曼丽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 也是我妻子的好朋友 这次呢 刚从纽约回来 最近住在我家里 有这么巧的事吗 怎么了 我在纽约的一个干女儿 也叫何曼丽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对了 她的前夫叫李查德 那就对了 就是这个何曼丽 绝对没错 这么说她就在门外 当然了 这样吧 吕老板 好不容易见到你的干女儿 我带你去见她 好啊 看一下 来来来 吕老板 好 来 请 请 这边 请 好 来 好 又不见了 好好 曼丽 你看看 这是谁 干爹 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啊 莉莉 这不是很突然吗 秋阳 干爹 他在美国特别照顾我 真的 干爹 干妈他好吗 您真是的 到中国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正在和你们李总谈生意 无意之中听他说到了你 你看 这真是啊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秋阳 干爹在纽约可是布料大王 你们可以好好合作的 当然要合作 现在正在找机会 是吧 不过我觉得 你们两个能够在伊美斯相聚 这就是缘分 我们的缘分 莉莉 忙吗 曼丽她不忙 不忙吧 干爹好不容易来了 你们俩就多聊聊 是啊 干爹 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不好聊 咱们到楼下找间咖啡厅 坐下聊聊吧 好啊 走 这边请 走 这是你的文件 好 你们忙吧 来来来 我送送 好好 我送送 曼丽 你说 我们全家对你怎么样 那个时候 理查德一打你 你就往我们家跑 在我们家吃 你干嘛害怕理查德喝醉了酒 跑到我们家找室 大半夜的不睡觉 我们老两口 轮流在门口守着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你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干爹 干爹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不还钱的 你知道吗 你查德一死 我都不想活了 你自杀的事我也听说了 可是你并没有死啊 你看看你现在 身上穿着的衣服 鞋子 这个包 这都是名牌呀 住在豪华的别墅区 用人伺候着 你现在的生活 比在美国纽约还过气 不是这样的干爹 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的 我身上这些衣服也是私家借给我穿的 不是我的 我真的没有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您的 我一定会还的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我跟你说真心话 当初我们并没有把钱这个事 当成一回事啊 我们主要是担心你呀 担心怕你出事呀 可是没想到 你 爸 这种人说的话信不得 你得给李秋阳打个电话 把事情告诉他 看他怎么说 我是真不想走这一步啊 现在看来 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干爹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干爹 我求求你 你还知道要脸面呢 那就赶快把钱还给我们 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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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能让我 再担心 我 哎呀 多吗 我在 我 好的 请 小姐 你不能进去 他们为啥就可以进去吗 他们是贵宾卡 你是吗 干爹 干爹 我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 说吧 我 我能不能 拜托您一件事 你说吧 我求求您 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邱阳和思佳 因为 因为我只剩下这两个好朋友了 孩子 这样 我答应你 不过 我要给你个忠告 他们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你 是你的恩人 你可千万不要顾忌重演 做出让他们伤心的事 我记住了 干爹 朋友 能做到这个份上 真是难能可贵 这两口子 值得一交啊 值得一交啊 好 回去吧 谢谢干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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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麼走路呢啊不想活了 萬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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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哭了啊 好了好了 啊 啊 啊 謝謝 金大哥 就當做那些錢是我先跟你借的 你放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趕快把這些錢還給你 白玲 這人哪 三十億錢一貪天 除了女人就是理想 三十歲以後一貪天哪 除了女人就是金錢 有一次幾個朋友聚會 喝了幾瓶啤酒 又開始談錢了 錢少的呢 也犯仇 眼睛沒閉錢花完了 那錢多的他也翻愁 眼睛閉了 錢沒花完 用盧玉十三束口 用東中下子未機 我還呀最煩跟他們談這些 他們問我 我就大聲跟他們說 能不能別談錢了 錢是什麼 錢就是王八蛋 安琳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知道我多大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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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我真的感觉很惭愧 我没有什么 可以拿出来的礼物 能够送给你 我这个人哪 很少过生日 小时候家里很穷 每当过生日那天哪 我妈就煮一个鸡蛋送给我 长大以后离开家 我就很少过生日了 今天又是我的生日 可有你在我身边 万灵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其实啊 一个人 不是只有赚了钱 才会开心 那把钱给自己 最心爱的女人花 也是一件 很让人开心的事 你看 今天吕老板 来找你还钱 是吧 我的那些王八蛋 不就起作用了吗 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所以这就是你 给我生日带来的快乐呀 你真的这样想吗 对呀 所以万灵 你呀 千万就别再愁眉苦脸的了 钱开 放心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卡上的钱没了吧 明天我就跟你打过去 金大哥 你真的别这样 我 我会想办法赶紧赚到钱 然后把跟您借的钱还给您的 来我们绿宝石吧 不行 秦大哥 我不能去绿宝石 至少目前还不行 我明白 我很理解 但我说过 我可以等 秦大哥 说实在话 其实你开始 我真的对你这个人 还是挺有艰辛的 可是 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 人也很简单 甚至简单到 一目了然的地步 万灵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跟我讲 第一时间跟我讲 我这人哪 最看不得让女人犯难了 我会的 谢谢你 秦大哥 老婆 我说那个王兆勇说得没错 可吃啊 我后来又找合算师 合算了一下 如果用那个好的面料 那成本要超百分之三十 你想想超百分之三十是什么概念 如果再放手一波 我认为一定会输 你知道吗 我认为一分钱一分货 好东西肯定有好东西的道理 王兆勇他肯定站在财务的角度考虑 但是我觉得质量取胜这个问题 能不能安生地吃口饭哪 一口一个面料 一口一个面料的 你们不烦我是真烦了 来 多多 是 是啊 你们能不能讲点别的 对对 好好 讲别的讲别的 记起名分了吧 来 吃这个 多多 刚才你跟妈妈说什么 什么干爹呀 老婆跟你说几很巧的事情 今天我跟那个面料代理商谈事 那面料代理商叫吕世刚 她之前在纽约 跟曼丽认识 她是曼丽的干爹 这么巧啊 今天你让曼丽来送材料送对了 太巧了让这两个人给碰上了 你说 巧不巧啊 巧 今天我去银行给家里汇钱 也开到何姐姐了 她在干吗 不只她一个人 好几个人嘞 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嘞 头发酥得光光的 说不定就是我说的那个吕世刚 就是我说的那个 何姐姐拿着金卡都不用排队 直接进一间小屋子里给办 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都回来晚了 这丫头神叨叨的 何姐姐没钱哪来什么金卡 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了 她从钱包里头掏出来了 不拿金卡 保险不让她进去 是吗 对啊 那里她有金卡了 她应该没钱办金卡呀 前段时间我 我就知道她没钱吧 我就拿点钱给她 让她存起来 可是她不要 那她不应该有金卡呀 有没有可能跟干爹见面 给她的见面礼呢 谢谢你啊 秦大哥 谢什么呀 跟我还这么客气 那我就不送了 不用送了 那个 曼莉亚 你要记住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吗 嗯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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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 哎 玛丽 吓到你了 你怎么那么晚还不睡啊 我等你呢 你怎么才回来呢 你怎么了 你哭过了 没事 干爹跟我好不容易在中国见了面 他有问东问西的 把当初跟理查德的事情 你 重提了一遍 又提你的伤心事了 不想了 不要想了 好不容易才好起来的 再想又该睡不着觉了 赶快回到房间洗个热水澡 然后好好地睡一觉 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了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好 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二人困死我了 下次你早点回来害得我等你 晚安 晚安啊 嗯 哎 我来 照顾 你去 我来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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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去 我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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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可能要看到您的小脸目 听这次则教育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找人的高兴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闆 这样吧 麻烦您在这儿等一下 我跟公司几个高管 商量一下 马上答复您 您坐 您坐 真的 是啊 签成了 马上就签 太好了 昨天晚上我们俩还愁呢 万一这事不成怎么办呢 老公 你简直太厉害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啊 我估摸的这件事情上 漫里起了巨大作用 我听吕老板说 他从侧面了解到 我们一美四 发展过程和经营理念 他很欣赏我们两个 我想 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 必须把这个约签成 你说 他说的侧面是谁啊 不就是曼丽吗 真的 这次我们家曼丽 可帮了大忙了 怎么样 还是我们家曼丽厉害吧 我估计昨天晚上 他们俩聊得那么晚 曼丽肯定给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老爷子一想 这自己的干女儿得给面子呀 所以呢 就把这事给答应了 是吧 是啊 吕老板明天就走了 我想过了 今天晚上定个包间 请他们吃顿饭 见行 顺便庆祝一下我们签约成功 你赶快收拾收拾 出门吧 我就不去了吧 您都出马了 我还去干吗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这事怎么能缺得了你呢 这种场合你必须的 几个大老爷们做一块 多干哪 切 对了等等别挂 记得啊 叫上曼丽 这件事情上 他功不可梦 嗯 知道了 什么 让我也去啊 我就不去了吧 你们公司对公司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懂 我去干吗呀 对不对 今天晚上我们不谈公事 我们只谈交情 要不我去干吗呀 对不对 你不同啊 你虽然不是老总 但你还是股东 我呢 我算什么 对不对 你今天晚上可比我重要多了 你知道吗 你是吕老板的干女儿 这个生意没有你的话 根本就不能成的 秋阳都说了 本来吕老板是不打算跟我们谈了 因为你找他谈了之后呢 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又成了 所以呀 你的功劳大大的 今天不光请的是吕老板 还请你 嗯 真的不用了 思佳 其实 你们公司的事情 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哎呀 怎么没关系 我都说了你是大功臣 怎么能没有你呢 没有你的事情 这事谈不成啊 吕老板是你干爹 他肯定想 你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又是好朋友 现在又住在我家 所以想帮个忙呗 思佳 我真的不想去 哎呀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 必须去 我 我让你去你就去 听话 乖了 好好收拾一下啊 我等你 思佳 还是nisse 厨房的师傅说一声 好的 好的 所有的菜都要少油少盐 啊 好 尽可能地清淡一些 还有啊 新鲜的核桃仁 要大份的 客人爱吃这一口 好的 再单独来一盆 凉拌的 辣椒丝 小姐请 谢谢 我再看一看啊 这个不错 这个我要 来 吕老板 来 来来来 这边请 好好好 思佳 吕老板 吕总 您好 您好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林思佳 哪里哪里 你好 你好 那天来的时候 在飞机上 看了一本经济画报 封面上的人物就是你 那应该是三个月以前 我们时装发布会的时候照的 让您见笑了啊 不好意思 不不不 不是见笑 全文我拜读以后 对你和李总 我是打心里边钦佩呀 你们夫妻能走到今天 可是真不容易 没有靠山 没有背景 从一个四十八平米的小作坊 四台缝纫机开始啊 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到今天 真是不容易呀 您过奖了 吕老 您过奖了 这样 您上座 然后一会儿我们慢慢聊 请 请 吕总 二位 请 干爹 曼丽 您也在这儿 我听说您明天就要离开海城了是吧 是啊 大家坐下说吧 对啊 坐下聊吧 来来来 入座入座 坐 来来来 坐 来来来 请 服务员 安排上菜吧 好 吕老 请上座 慢力 来来来来 坐这儿坐这儿 好 陪吕总 好好好 坐吕总旁边 来来来 好 好 来 吕老板 坐 来 请 请坐请坐 哟 啊 对啊 哎呀 哎呀 那个 干爹 那我就先在这边助您 还有干妈 永远年轻 健康长寿 来 玛丽 这杯酒没喝之前 我得说两句 诸位 我这个甘女儿啊 你们二位的老同学 她也是很不容易啊 她和你们一样 聪明 好强 刚来美国那阵啊 那也是肘肘满志 风风火火 在大陆的留学生里边 算是混得不错的 住着大房子 开着好车子 很多人在羡慕对吧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遭受了很多打击 所以美国 不是很多人 所想象的那样 遍地黄金啊 那是遍地陷阱啊 是 昨天见到了曼丽 我还是很高兴的 人嘛 总是要 精魔力竭之后 才能误出一些道理 得到一些进步 哦 对了 我今天还要特意感谢二位 对她亲如一家 曼丽昨天跟我说 她对你们二位老同学 这份情谊 那是莫尺不忘的 对不对 一定会加倍回报的 我相信你们谁有事情 需要她帮忙 她一定会忠心耿耿 不遗余力的 对吧 曼丽 昨天是这样跟我说的吧 是 人生啊 能有几个十年呢 是啊 十年之前老同学的友谊 那是很不容易的 是是是是 来 我祝愿你们 好好地珍惜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来 来 曼丽 过来坐下 坐坐坐 坐呀 来 谢谢 没事没事 老公 你说我说 不是 你先说呗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啊 面料的事情 你帮了我们英美司 很大的忙 而且吕老呢 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 我们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 现在私家离开公司了 整个公司 都要我一个人独挡一面 我都应付不过来了 虽然高层也有不少 有经验的人 但是毕竟公司今后还得发展 还得扩大 所以我需要一个得心应手 能够帮我的人 我们要招贤纳事 亲爱的 我诚心地邀请你加入我们英美司 我们俩今天很认真地想请你 来帮我们 如果 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 那我愿意试试看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恢夕 思静 谢谢 应该我谢谢你 你们俩就一直抱下去了 你是 那又怎樣 錯方法 好 走 走到原位 好 记住刚才我说的 带头的一定要走对了 一个人啊 往前走 走 你们自己先练着 您这老道也有失算的时候 好 你不是说林思佳已离开 易美思准完蛋吗 人家只是更换了一下 旗舰店面料 销售量蹭蹭就上去了 那要承蒙你的指点呢 你说我让你去旗舰店摸摸地 谁让你见到林思佳 把什么事都抖露出去啊 旗舰店活了吧 你是他们的大功臣 你可以到他们那儿 去领奖金哪 得了吧 别给我戴高帽子 你以为林思佳他们是笨的呀 你也太小看你的对手了 让我说现在易美思 更难对付了 过去只有李秋阳 和林思佳两个人 现在呢 林思佳推居幕后 垂帘听政 且没有多了一个何曼利 他们是三个人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 三个臭皮匠 顶个住个量是不是 难道不是吗 他们三个可都是 我们系的人尖子 惊着呢 我告诉你 他们不是臭皮匠 他们是诸葛亮 三个诸葛亮到一起 那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等着瞧吧 好戏刚刚开始 反正我觉得那何曼利 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能放过李秋阳 你不是对他挺上心的吗 听我一句劝 千万不要招惹他 有你气得吐血的时候 不过我说这些 也没什么用 你们男人就吃他这套 既然没用就别说 好好走 身子挺直 别像个大虾米似的 许丽娜 说你呢 瞪什么眼睛啊 赶紧好好走 王总好 好 王总好 王总好 喂 赵友 我问你个事 何曼利加盟一美思以后 感觉怎么样 很会来事啊 预料之中的事 上手快脑子好使 这袋面料生意 他立了大功 省了不少成本 把他派到旗舰店当店长 挺有办法的 跟大家称兄道弟 很短时间就把局面打开了 现在旗舰店火爆得很啊 营业额蹭蹭地往上涨 这两天平均每天流水 就二十多万呢 没发现何曼利 跟李秋阳有什么动静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 放心吧 表哥 有我这双眼睛替你盯着呢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你知道吗 何曼利从大学开始 就死追李秋阳 现在的心还没死呢 眼下老公又没了 正是吉长陆路的时候 林四驾已经被打入冷宫 靠边站了 他跟李秋阳 每天都同处同进的 不会没有想法 只是时间没成熟罢了 表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要给他们两个人 创造一点机会 弄点八卦匪人出来 让一美丝外头热闹 里头更热闹 千万别冒失 你得看准机会 现在李秋阳 正是心情好的时候 保暖似阴玉啊 这我懂我懂 不过表哥 我看 你对何曼利这个大美人 挺有意思的 怎么舍得 把他往李秋阳审边推啊 表弟 英雄爱美人 古来有之 那英雄也不能把美人 总藏在后宫吧 两军阵前 也得派到前线 去杀敌啊 我明白了 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胡雪岩为了赚大钱 都把自己最喜欢的女人 送给了大客户 记住 在何曼利面前 千万不能漏了咱俩的关系 放心吧 表哥 我嘴沿着呢 好 曼利啊 真是稀客啊 好像一个世纪 没有联系了吧 什么 你要见我 我没听错吧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 万历 题目就是 女人中的极品 曼利 我没看错啊 你确实是能干大事的人 旗舰店的销售额 蒸蒸日上 我的公司压力很大呀 可惜呀 可惜没能来帮我 却帮了伊美斯 帮了李秋阳 秦大哥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可是 斯嘉他是我的恩人 他和秋阳 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那么真心诚意地 邀请我加入伊美斯 你说 我怎么能拒绝不干呢 我没有丝毫地抱怨你 尽管我觉得很遗憾 秦大哥 说实在话 你也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恩人 真的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这么帮助我 这是我写的借条 我是想说 我跟你借的钱呢 我打算每个月 慢慢一部分一部分地还给你 母亲李秋阳给你多少薪水 不会超过两万吧 你就是不吃不喝全部还给我 也得要十年 那十年利息是多少 买个商品房按揭贷款 还得要利息吧 那这利息怎么算呢 利息啊 还要算利息啊 是啊 利息 十年的利息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想 除了工资之外 应该还有提成 别说了 秦大哥 何曼丽 你怎么张口就钱钱钱呢 俗不俗啊 我以前说什么来着 我最反贪钱 钱是什么呀 钱就是王八蛋 何曼丽 弄了半天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只是账借条的关系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大哥 你别这样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 你这么做 对我是最大的侮辱 你知道吗 我 曼丽 我知道你有难处 你选择一美思 其实没有错 如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女人 有智慧 有文化 懂感情 讲义气 你刚刚入这行 经验还不足 头三脚好踢 以后的问题 就会慢慢地暴露出来 你是个聪明人 连思佳能行的 你也能行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要是不好意思 问公司内部的人 你就来问我 这个秦大哥 当然 如果你还把我 当大哥的话 秦大哥 我真的 我真的很谢谢你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真的很谢谢你 万里 你记住 千万别对我说感激 我能帮到你这么个小妹妹 是我最大的幸福 满灵 我说过 我能等 等到什么时候都行 你会儿 姐 你说吧 她是不是要辞退我 人家干嘛要辞退你啊 她本来看我就不顺眼 处处在找我的茬儿 林总不在 她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姐 我现在只要一看见李秋阳 我就会想到是他气死的爸 我心中的火就会往脑袋上冲 姐 实话跟你说吧 我留在仪美寺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林思佳 不瞒你说 我喜欢林思佳 可是 我知道 我们俩已经没有缘分了 但我还是希望每天 能够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他 可他偏偏又离开了公司 我感觉到了 咱们姐弟俩也太像了吧 都在为一个不可能而痛苦着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姐 你怎么 没什么 我只是要提前告诉你 公司现在准备呢 调你去工厂 当副厂长抓进度 去工厂 我对生产流程一窍不通啊 姐 看明白了吗 他李秋要明白的就是要整我 你别胡思乱想了 谁要整你啊 我不胡思乱想 那能说明什么啊 他就是在打击报复 算了不说了 反正姐 我已经想好了 我是不想在公司干了 我现在就去辞职 固然 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就因为斯嘉他不做了 你就不做了 我还在呢 我也才刚到这个公司 我自己倒还没有站稳 你就没有想想帮帮你姐姐吗 我 我是你姐姐 我不会害你的 我就是怕你当着李秋阳的面犯魂 我才提前告诉你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是学农业园艺的 你对服装不懂 对生产也一窍不通 你再拓展不能拓展出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公司的决定没有错 你就是应该去工厂 去学习那些细致的环节 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 固然 要开会了 我知道了 那你赶紧过来吧 你先去 我马上就去 这个小伟伯总跟着我 我问你 你对许乐乐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听公司的女同事说 她追你追得可紧了 许乐乐吧 说实话 人挺好 对我那也是没得说 可是对她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也就把她当哥们一样 乐乐她很单纯又很可爱 所以爱得比较疯狂 但哪个年轻女孩子不是这样的 人家都说 爱情是女人的全部 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真的是可以爱到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甚至 可以把整个心都挖出来送给对方 只是 也有可能你的痴情 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笑话 姐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姐只是想要跟你说 陷入秦王的女孩子是最可怜的 也最容易受到欺骗和利用 我知道她有心理无意 所以姐建议你 还是挑个适当的时机 把话跟她说清楚 这样对她也好 好 再说你们两个在公司 也不会被公司的同事误会 是吧 行 姐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我按你说的做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各位啊 经公司研究决定 任命 陈新亮为海外拓展部总监 何曼丽为旗舰店总经理 段玉玲担任业务医科科长 是 楼云帆担任业务二科科长 好 固然 固然从拓展部调到工厂担任 第四副厂长 财务总监王兆勇 升任为医美司副总经理 恭喜各位 多谢李总信任啊 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啊 行行行 好 至于其他人的任命书呢 任命的事项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我待会儿会派人贴在布告栏 您交给我吧 好 我来吧 好 谢谢 如果 有谁有意见的话 待会儿可以到 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行了 没事了 散会 多谢 恭喜各位 晚上我请客 我请客 我做动啊 李总 你也一块儿去 一块儿去 叫上夫人啊 叫上夫人 好 你 还好吧 还好啊 怎么 我以为啊 你又要像上回那样 跳起来跟李总理论 吓死我了 没想到 你这么平静啊 有进步 理论什么呀 领导的决定 我只有服从的命 看不出来啊 你的心态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呀 你成熟了 这么说 以后 我得叫你顾厂长了 不是厂长 是副厂长 而且还是第四个 副厂长 那也是一个厂长嘛 对啊 剧厂里也好 那里比较清静 只不过 不过 你刚才跟何姐姐 在天台上聊些什么呀 聊得挺起劲呢 对啊 那要怎么样 我跟你说 不是我迷信 那个何姐姐呢 虽然也是个知性大美女 但是 她的命太硬了 会克服的 你想什么呢 本 本来嘛 我说的是事实啊 她老公不是死了吗 再说 你这白羊本来就弱 就怕碰到命硬的 而且 她的年龄也超大了耶 比我 大了整整十岁 徐乐乐 你想什么呢 我 你现在的情商已经 比喜马拉雅山都高了 你这样会脑残呢 你知不知道 我 我求求你 想点别的 想点别的吧 啊 脑残 你才吓唬我呢 有那么严重吗 我是狗熊妈妈 我是狗熊娃娃 我长得又胖又高 说错了 我长得又胖又大 哦 对对对 又胖又大 我长得又胖又大 我像我妈妈 我就像我 不对 我 妈妈要去上班了 小熊要在家玩耍 不许 不许拿饼干 不许吃甜瓜 不许 不许什么来着 不许抓糖果 不许打架 看我怎么老忘词呢 不许抓糖果 不许打架 妈妈 真心点 集中注意力 说十遍就不会忘了 好 不许抓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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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多多 喂 我妈妈不是总经理了 你找我爸爸吧 我的爸爸电话是 13613039373 我妈妈在开车开车 不能接电话 拜拜 妈妈 专心点 第三是什么 快说 不许抓糖果 第四嘞 不许打架 哦 等会上台表演 不许出错 出错就拿不到第一名了 没问题 看妈妈的好了 怎么啦这是 哪根神经 又不对了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以后不能跟你一起 去食堂吃饭 也不能 给你买咖啡和蛋糕了 徐朗 坐这 徐朗 谢谢你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我不予回报 但是你知道吗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 我每天工作压力 特别的大 就是因为 有 有你在 有我在 你不用有压力啊 在我心里 你已经是最好的了 不不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那个 我害怕 辜负了你的热情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不给你压力 我不会给你压力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还 别哭 徐朗朗 我没哭 别哭 没哭 你说 林总走的时候你哭 现在我走了 你还哭 我走了 你应该笑才是啊 对 对 那以后没人骂你二了 我喜欢你骂我 你骂我我心里高兴 真是傻丫头 哦 怎么着 一号咱俩上网聊天 我就叫你 二丫 好听吗 为什么是二丫 傻就是二 二就是傻哦 靠你个固人 你又在骂我了 去去去 走走走走走走 那 我以后 叫你顾四 好不好 顾四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 第四副厂长吗 二丫配顾四 我认为挺配的呀 真是 二的家了 我是狗熊妈妈 我是狗熊娃娃 妈妈要去上班啦 小熊在家里玩耍 不许吃饼干 不许吃甜瓜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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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小熊你不要急 你等妈妈想一想 想一想 不许吃糖果 不许打架 妈妈 是 哦 哦 哦 谁会飞呀 小会飞 是 我儿子说得没错 哦 我已经辞去了 我们医美司的总经理职务了 对 哦 那 是这样的 现在总经理和董事长 都是李秋阳一个人 如果你想了解 我们公司的运营 和核心业务上的事情呢 你可以打电话采访他 我就不方便 再接受你们采访了 四甲黎帝宣布羊 我也会 我也会 谁会飞呀 鸟会飞 鸟儿鸟儿 你们是想从一个女性的 励志角度来写这篇稿子 对吗 这一期要出一个励志女性 这样吧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选 你说什么 让曼丽上封面 是啊 我都已经淡出商业界 好长时间了 我再上封面 然后去跟人家谈我们公司 不太合适吧 而且我上过一次了 应该把机会让给曼丽 可是 可是你觉得曼丽她没有这么高的 关注度合适吗 你考一考 这你就不懂了 现在这种杂志啊 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些 别人的悲惨的东西 首先我们家曼丽 她有过很多的不幸遭遇 她本身就是个传奇人物 所以呢 大家肯定会愿意知道 而且她马上进入商界了 需要更多的关注度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让更多的人关注她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说 还行 更重要的是 她是我们旗舰店的总经理 她可以去谈我们医美司 她谈比我谈合适 我现在已经退出了 我是你的太太 是个家庭主妇 不是老总了 旗舰店的总经理 这个点子好 老婆 真能想啊你 最重要的是啊 我们家曼丽 长得还漂亮 化好妆之后呢 那就是一个封面模特嘛 还可以给我们家旗舰店 当代言人了呢 对不对 曼丽 你别瞎说啊 秋莹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跟她说 我不适合上那个杂志 她非说合适 怎么不合适呢 我对媒体很了解 现在这个机会是最好的 你一定要上 阿姨 水果切好了 出来吃吧 好酸啊 好酸啊 又在讲代言人了 这一次你们找了 谁当代言人呢 妈 你耳朵真好啊 你猜呢 你们那个什么代言费 动不动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哪 抢钱啊 妈 之前我们医美司啊 找了很多的代言人 我妈都不同意 都说不好 那我们就听她的 我们就没用啊 没一个靠谱的 统统让我给枪毙了 妈 您觉得曼丽怎么样 曼丽 我看行 最重要的是可以不要钱 确实 照样付照样付啊 上班了 来跟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 乖好 再见啊 自己能上车吗 小心开车啊 小心点啊 拜拜 拜拜 晚上见 走吧 这就是我的季节 这就是我的季节 看是我心的季节 看是我心的季节 好感的过每一天 自己又新鲜 转换属于我的季节 昨天痛苦蕊变 明天又是冒险 生命需要更多了解 期待更幸福扑面 努力去实现 就算像个几万光年 拉长爱的极限 更快去说再见 愿好去下一个永远 真正不断 真正不断是会被提到的 就往前 左转不安 遇到下个阴天 用心体验 逆着风 会让我随着更远 欢迎现在也 不断均匀 不断均匀 勇敢的过每一天 自己又新鲜 转换属于我的季节 昨天痛苦蕊变 明天又是冒险 生命需要更多了解 期待更幸福扑面 努力去实现 就算像个几万光年 拉长爱的极限 更快去说再见 愿好去下一个永远 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开始问我自己 我一直苦苦追求的幸福 它究竟在哪里 而我们每天 说着幸福这两个字 它真正的含义又究竟是什么 对我来说 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就是 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一份安定的生活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就是一种幸福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所追求跟期望的 其实在纽约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一死了之 但是那天刚好是我跟思佳的生日 所以我就给她发了个短信 我祝她生日快乐 然后把手机扔了 之后 我就吃掉一整瓶安眠药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有 任何再活下去的意义了 是思佳 是她报警救了我 否则我也不可能坐在这里跟大家说话 你知道吗 当我在纽约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 我一睁开眼 我一睁开眼就看到思佳坐在我的面前 她睁大她的双眼看着我 手里还捧着一个蛋糕 手里还捧着一个蛋糕 对我说生日快乐 她 她说要我跟她一起许愿 我们许了一个愿望 我们希望好人都能够一生平安 请求 给何小姐擦擦眼泪 好 谢谢 秋阳 不好意思占有你的办公室 没事没事 你好 你们在采访就接着采访 你好 我拿些资料 马上就走 接着 继续啊 请稍等 您是医美司的董事长李秋阳先生吗 是 怎么了 您和何曼丽小姐是大学同学了 是这样的 刚才给何小姐做采访很成功 采访中她多次提及到您和您的太太林斯嘉 以及你们之间那种纯真的友情 我觉得您身上散发着成熟男人的儒雅和睿智 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呢 我想给您也做个采访 这样这期杂志的内容可能会更丰富 立体 而且同时她对医美司品牌的提升 应该是有好处的 好好好 这样好 行了 行了 我下面还有会要开吗 目前没有 要不这样吧 李总 我再去给你多拿几套衣服 你们等会儿啊 我马上就来